其實我小時候就已經被鼓勵做醫生 不過我的家族就有遺傳的手陣 天生就有手陣這個毛病 所以我就不想入一行 會限制了我未來的發展 因為我對數字都有點敏感 就想一下會計這一行 其實是企業裏面的一個窗戶 所以後來就選擇了會計這一行 其實骨子女真的很喜歡新的東西 很喜歡創作 我記得我小時候剛剛信主 我就讀了一本書叫做《瑞士老闆》 那本書裡面就講到一個銷售員 他就在他的銷售過程裡面 是不斷經歷上帝怎樣帶領他去做到生意 心裡面都有一團火很想創業 所以後來到了科技熱潮的時候 就毅然地放下我的工作 從一個很穩定的公司環境 每個月有薪水 到一個每個月沒有人出薪給你 還要出薪給別人的一個這樣的環境 所以其實是開闊了很多的想像 令到我的生命多了很多豐富和色彩 今天做職場神學和推動職場牧羊 其實都是會定一些的目標 有一些的思考和計劃 但是最大的不同就是我看到上帝 他有不同的工作的時候 我的計劃就會因應著去變化 然後神就會一路來拜領著 忠神我們的發展 初初回來教書那幾年 對於教學其實不是很習慣 都有想過放棄 不過最令我覺得不應該放棄的 其實都是我身邊那一群同學 他們一起很熱心和努力地 尋求認識神學 然後在他們的環境當中 他們面對掙扎仍然能夠堅持努力 都是給了我一個很大的激勵 因為在十年前 當我剛剛開始講職場神學的牧羊的時候 教會是很少的傳導同工會問這個課題 甚至對這件事都是很陌生的 但是十年之後 我看到很多的堂會很多牧者興起來 就是在問這個問題 我們怎樣牧羊在職的鄧子 我經常都很想有一個期望 就是職場神學 可以讓教會的弟兄姊妹能夠興起 因為教會要活出使命 所以每一位在職的弟兄姊妹 他們都需要從神去領受他們的使命 在他們的崗位裡面 來活出信仰 這樣我們教會就成為教會 謝謝,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